身穿黑色西装走下车 哈利王子台北时间6号傍晚 现身伦敦高等法院 尽管大批媒体守候现场 但哈利王子不发抑郁 迅速地走进伦敦高等法院 而这也是超过一世纪以来 首位出庭坐镇的英国王室成员 哈利以及其他知名人士指控 近报报业集团 旗下的报媒从事电话窃听等非法活动 而且时间长达20年以上 而哈利王子先前就曾经预告过 王室成员勾结媒体 因此这场官司 王室的更多内幕 恐怕又要被哈利王子给抖出来 对此白金汉宫保持沉默与低调 不过近报集团 仅仅为非法收集哈利等讯息道歉 对于其他的指控则全数否认 东西文国局中心一综合报道